嗯 再之后呢 是不是数据套做呀 数据套做就是啥呀 登山干啥呗 登加数据怎么加 登加数据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创建一条数据 对不对 创建完数据呢 是不是把它存进去 db.r session.r add add完了一定记得干什么 commit 这些东西对吧 我们一定要commit 否则干什么 你就白做了对不对 想想雷锋 你还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呢 那他咋知道 写字记得记下来对不对 你这你要不记下来 啥活都白了 对不对 事实啊 当然那有些有些东西可能是被什么被美化出来的对吧 有些东西确实有可能是被美化出来的 那增加数据再接下来呢 是不是就咱们给你讲删除数据啊 删除数据那话要干什么呀 咱们说了你删除数据它本身是应该是怎么做的啊 说基于查询 你如果没查你这玩意怎么能删的对不对 那就是瞎删是不是 是不是啊 那 基础基于 那这块就是先把它查出来对不对 查完之后呢 db.37 点 delete 但这些破案都不提示啊 写的时候干什么 注意点别写错了 不是 那不管是删还是咱们存 最后都要干什么 提交 把这事要提上去 是不是 再之后呢 是不是修改数据 那一块前提也是什么呀 基于查询 一定要注意 那这块就是 那这块就是 你先查好了之后 是不是也把它重新干什么 是不是囤进去啊 是不是 再之后呢 就是数据查询了 对不对 数据查询 咱们昨天都用啥玩意了 那咱们说的首先他使用的是一个叫query的一个对象是不是 是用query进行查询 咱们昨天都用啥了呀 使用了out吧 这out的啥呀 二是否获取所有 但这块他有一个小坑点 还记得呢吗 咱们以前啊 玩的是不是都是什么query size 这个size哪个size呀 但这里面呢 是pies里面的list 那抽的这个哪还有什么 是不是first的 first什么 是不是第一个呀 获取第一个 还有别的 咱们还说别的了吗 咱们 啊 说fuelter了吗 啊 没有 没没写 没事 一会儿再写 对吧 那一个吧正好多讲了一个小fuelter 一样的事啊 那这块是不是数据套多呀 再之后呢 那和咱们这块相关的咱们还讲啥了 是不是讲了一个这个签移啊 那就是谁啊 说我们想实验一个功能对吧 想实验一个功能哪实验呀 那无非就是咱们去找个插件或者自己写呗对不对 是不是 那最快的实验方案肯定找个插件 然后看看插件咋用 是不是 flask mangator 那这是干啥的 是不是 帮助开发者干什么 将咱们的什么 om中的model映射到数据库中 是不是 是不是 再之后呢 那这玩意有啥用啊 干啥呀 咋用啊 对不对 咱们说了它是迁移 对不对 就是咱们以前一直用的pass manager什么make mangations marry他 是不是 那这块这玩意怎么使用 如果使用 第一步是不是还得先装上 那是流程第一步安装 这是pip inster flask margrit 对不对 带着呢 这种配置啊 或者说出手画呀 出手画呢 这个很简单 刚才那会我照说火的就是他 对吧 他需要干什么 他是不是帮助咱们前移啊 帮助咱们前移 那他需要知道谁啊 帮助实验前移 对吧 那他应该知道 应该是吧 知道是为谁做事 对吧 也就是app 然后呢 也应该知道 我帮你签到哪去是不是 是不是 我需要知道你是哪一个应用 还有哪一个数据库 这样才能对上 是不是 这我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的难道说了一下 是吧 基本使用 基本使用的他这指令是啥的呀 是啊 辅拉斯克 然后db 然后叉叉叉指令 对不对 但咱们说这个好用吗 不是不好用 是因为咱们对项目结构进行了变更 对不对 如果想用的话 你需要去进到指令的目录里面 那这样用起来比较繁琐 不太适合我们 对不对 那这块他这样是有需求的 选干什么 需要是吧 在根目录中存在什么呢 根目录中 是吧 创建 app 那这个文件可能是什么 wsgi 可能是 咱们的这个 app.py 是吧 然后 也有可能是就是你那个 辅拉斯克对象 对不对 这样是OK的 但咱们说这样用起来太麻烦了 咱们呢 应该对项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对不对 那 之后咱们干什么 是吧 配合谁啊 是吧 配合辅拉斯克 script来使用 那一会儿上面突出话这是吧 也需要干什么 也可以 添加 配合什么 这配合辅拉斯克 script的使用的方式 在哪啊 不是在这个manager上添加指令吗 添加指令那就是爱的 command 然后呢 这添加指令就是db的指令 对不对 然后指令呢是migrant 很棒的 db相关的千亿指令 是不是 那配合这块这块应该怎么办 这咋整啊 那你这块配合他咱们在写的时候就变成谁了 是吧 Python manager 然后db 是不是一开始打指令啊 那之后咱们就说指令 那第一个指令什么 说引进他 引进他咱们说了调且仅仅用一次对不对 在出话的时候就要用 再之后呢 是不是migrant migrant干啥 说升线前一文件呀 再之后呢 upgrade 这啥 升级对不对 你根据你生成的签议文件去进行升级 然后呢 这块呢 他还可以干什么 downgrade 称呼要降级 还有什么 hap 是不是看着帮助文档啊 然后在这个upgrade这 不是在migrant这 咱们还写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加了一个参数 就是刚刚message啊 这啥 是不是加一个描述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每次提交文件就那个使用git什么的提交文件的时候添加一个日志我都干啥了 那我这次迁移是做了哪些酷子改变 就是啊 就方便你以后去干什么 去查询 去查阅 看我这东西的一个流程 是不是啊 现在还有什么history history实际上就是 查看更多的message 整个message的执行流程 但如果你不写的话 全都是一串一串的码 也看不明白 是不是啊 并且咱们给大家说的 他们之间那个存储关系是不是使用了一个链表啊 再之后咱们就干啥了 说做项目拆分啊 项目拆分啊 查明白了吗 没有啊 那咱们先来说一下项目拆分的目的是什么 要拆分啊 第一块呢 咱们是对项目有一个更好的规划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一个 更高更高更好的一个扩展性 对不对 其实咱们项目的一个扩展性啊 第二块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干什么 是不是捷我核呀 对不对 就是啊 咱们说了一个优秀的项目 或者说优秀的代码应该什么呢 他保持一种高内聚送偶核的一种模式 对不对 或者说轻偶核 是不是 是不是啊 高内聚低偶核或者什么送偶核轻偶核 是吧 都一个一个概念 是吧 再之后呢 那咱们怎么拆的了呀 那咱们有多多少东西都拆出来了 举个手我看看 一个 两个 就两个 挺惨呀 来来到咱们这边那咱们就来从咱们这入口开始 咱们入口是在哪 是吧 manager在PY上 对不对 那咱们说了这个是什么程序 是不是最开始第一个文件呀 那咱们说它是干啥的 是不是控制程序的呀 控制程序启动啊 然后参数传递呀 数据库迁一样 是不是 控制管理程序 启动啊 停止啊 迁移啊 对不对 再进来呢 那我们说那你启动的是个啥玩意 控制的啥玩意 是不是咱们的一个APP啊 那APP 那APP里面就是咱们整个应用吧 是不是真正的应用啊 之后呢 那我们这里面 对吧 从哪做的 就是从APP里面的一个init开始的 为什么写在init里面 不写init里面行不行 也行 然后你写在其他位置也可以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init在这边第一个调用呢 对不对 并且它我们这东西用的话 它这边只调一次呀 对不对 保证咱们这东西不会出现重复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 你的APP有没有可能会创出来多个 极有可能 对不对 关于这块呢 我们一般会放在这init里面进行什么 进行全局 是吧 出什么 重建 重建出什么 因为呢 它是最先调用的 对吧 再之后呢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说了 出书画是不是干什么 第一步是不是创建一个谁啊 说创建一个flask对象啊 也就是APP是吧 是不是 再之后呢 那咱们在这里面 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就接下来咱们来说 第二个文件 把第三个文件 satings 这啥玩意 是吧 这配这文件啊 那咱们就是 呃 在APP中 或者说在init中 是吧 调用 咱们这个satings 进行 项目整体的出书画呀 再之后呢 除了三顶色下一个人 我又是 我又是 那接下来咱们的在哪啊 是不是 我又是 我又是 在全局出发之后 是不是注册蓝图啊 然后添加路由对吧 让我们的页面可以接收这个什么 什么请求啊对不对 然后然后你在请求里面接收到 你是可以直接给人们享用对不对 大家知道谁了 抽GNT啊 那这个就干啥呢 不是统一管理冰卡猫啊 是不是 再之后呢 知道谁了 是吧猫子啊 下这猫子呢不是必须品 咱们给他放到最后就是因为他不是必须品 比如说我做这个东西不需要从你这模型里面 是不是啊 我做的就是页面展时候我自己直接逻辑处理 是不是啊 很有可能的 那这块啥呀 是吧模型啊 因为咱们说的咱们是MTV 嘛那你没有他是不是就少了一块啊 是不是啊 模型了 猫子 啊这块呢他是从哪啊 他是不是从ENC里面 然后创好了倒过来的啊 是不是啊 这不就项目拆分吗 那这个拆的拆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一个MTV啊 你拆完了就按这个MTV来拆的吗 是不是啊 这样你像我们就拆完了吗 再接着咱们还做啥的吗 Template 修改Template 那玩意儿不用不用再说啊 那咱们我记得咱们是不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个这个什么 是吧 Python 那咱们说兼顾里面有 Flux面书也有啊 那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比如说你在这个兼顾中 你打是吧 打啥呢 那Python ManagerShell啊 这啥用啊 这是不是就直接运行一个终端啊 那这终端里可以干什么 啊 终端中是吧 集成了当前什么 当前应用的兼顾环境 你就可以干什么 可以直接把兼顾的东西导进去 用 那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现在写的是Flux 那你之后 咱现在是不是也这样进啊 那你说这玩意儿和刚才上面的有什么区别啊 就终端里面干什么 集成了 集成了一个Flux 集成了是吧 当前是吧 Flux 游用的环境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导各个模块上去操作去执行 去使用 是不是啊 我昨天大约是不是就这点玩意儿啊 拿吧 有点赞 我 有点赞